风情万种的九流米 诞生了众多文化的九流米 探访近代美术之旅 洋溢着生命之光辉的九流米 抚育了丰富的美的感性 日本近代美术开拓者青木梵 和版本梵二郎便诞生在九流米 他们两位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同年出生同为艺术现身 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作 收藏了他们的代表作的石桥美术馆 是普利斯通公司创始人石桥郑二郎先生创建的 今天是本地著名的文化中心 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到青木梵 和版本梵二郎的作品 还可以看到古鹤春江等人创作的 众多日本近代美术史上的名作 充满力度和神话般色彩的表现手法 青木的才能为日本美术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这是青木梵梵生活了17年的故居 青木和版本同为武士家庭出身 后来他们接触了西洋文化 为日本近代绘画史图写了不朽的篇章 年仅28岁英年早逝的青木梵 留下了许多歌颂故乡的诗歌 刻有青木梵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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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生经历献给了美术创作 他的创作室一建在美术馆的里面 九流米的风土孕育出的两个感性 青木的激情融入在那川流不息的柱后川里 版本的理性和那微微的群山重叠 九流米的艺术孕育丰富感性大地之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